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身边越来越多的家长们 会在假期带着孩子出国旅游 希望孩子从繁重的学业压力里解脱一会儿 同时也是增长见闻增加阅历 越来越多的家长想要孩子见过大失眠 就不会被世俗的所势所扰 女孩子不会轻易被骗 男孩子能够更加豁达 见世面到底是去见什么 如果只是盲目地跟风游玩 又或是只是走马观花 打卡每一座名声古迹 那样的话 一切波澜壮阔 都不会对你的人生产生任何影响 每个个体都是由吃过的东西 走过的路 读过的书 见过的世面而组成的 而每个人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每个个体的差异化也就显现出来了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 所以见过的世面也就不一样了 有时仅仅单靠勤奋也是不够的 见识也是要取决于环境的 你见过大江大河 就不会居住于一条山西 你见过人心万象 就不会执拗于小恩小惠 见世面就是见天地 见人心 最后都要回到见自己 见世面就是见万千世界 大好河山 我的发小阿良去年裸辞了 他是我们几个哥们里 混得很不错的一个 在大互联网公司上班 北漂这几年摸爬滚打 晋升速度很快 年纪轻轻就担任了 华北区项目经理 按理说到了这个年纪了 男人也折腾不起什么了 就耕耘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老婆孩子热炕头得了 阿良偏不 他不结婚 他裸辞 留下一句 世界这么大 我也要去看看 跑去环游世界了 他每到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都会给我们寄明信片 写信 他在信上说 我之前的生活快乐 是在喧嚣里的快乐 在路上却不一样 是宁静里的快乐 我之前只能见到 钢筋水泥里的一方南天 只能见到 格子间外的几缕阳光 而现在的我 见到的是 雅鲁藏不将的奔腾 见到的是 雪域高原的寂静 见到的 歌德古堡的宋墓 我现在 是在见天地 山河万千 江流奔腾 之前的人是繁杂 焦虑忧愁 全都被荆涛 骇浪吞噬 这是大世界 去见世面 先去见天地 万千景象 大江大河 以地为躯干 以天为魂魄 以山川河流为血脉 这便是所谓的 顶天立地 见天地之前 人生有困苦 有辉煌 沉溺辉煌 难免止步步前 反倒后退 面对困难 加强反抗 与世无异 反倒伤害自己 见天地之后 知山高路远 知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不再在意意识得失 人活在天地之间 一进一退 必然要看清 前路后路 看清自己的进 会不会撞到 其他人的退 自己的退 是不是踩了 其他人的路 见天地 明德诗 方洒脱 万丈高山 千里荒原 旅行的美好 在于用远睛 触摸最美的风景 再用心 将其一一 妥善收藏 见过天地之大 人生便少了份拘泥 多了份洒脱 见天地之后 不再把自己太当人 而是把自己看成水 面对困苦 运用智慧 默默成长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知进退 有格局 自然就漫过了 这份困苦 见世面 就是见人生百态 众生万象 我去拉萨旅游的时候 住的客栈老板娘 是个很能聊天的人 每天都会准备好 茶水瓜子零食 招呼房客 到院子里吃茶聊天 他在拉萨开客栈 已经有十几年了 见过无数的背包客 旅行者 有失恋了 来拉萨换心情 有迷茫了 来拉萨洗涤灵魂的 有失忆者 来拉萨寻找生命的真谛 老板娘每天都会给我们讲 各种曾经的旅客的故事 他说 曾经有一个三十多岁的 大老爷们 暂且叫他A先生吧 从大老远跑到西藏 来洗涤心灵 A先生来了拉萨 哪儿也不去 天天各院子里 酒吧里泡着 听来自天南海北的人 砍大山 每天喝到早上九点 回房睡到下午六点 吃个饭 继续回院子里 喝到第二天天亮 周而复时 A先生就这么喝了七天 真正一个国庆长假 第六天晚上 他喝着喝着 突然清醒了一下 天哪 我明天就要走了 来拉萨一张照片都没拍呢 回去怎么跟老婆交代啊 他肯定以为 我打着旅行的旗号 干坏事去了 这让一院子的人都笑惨了 笑归笑 第二天 他们纷纷拿来了自己的相机 各种长枪大炮 高级摄像机 他们驾着喝得晕乎乎的A先生 各种上街着景 不打拉弓 大招四 八角街 看得见学生的平台 小庙 大和尚 拍了整整一天 然后把熟睡的A先生 送上了火车 老板娘感慨地说 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没见过这么牛的照片 你们说A先生来拉萨 得到的难道只有放纵 而无所事事的七天七夜吗 我想不是 他听到了许多好故事 结识了一群很可爱的人 哪怕那些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可当他翻起照片时 一定会想到 遥远的雪山旁 竟有这么可爱的一群人 老板娘接着说 曾经有个小姑娘来住店 是搭便车进葬的 车上有三个藏族大叔 长得凶神恶煞的 路上一直唱着听不懂的藏歌 他全程战战兢兢 不敢说一句话 却见大叔面无表情地问道 打牌了 输了唱歌 于是乎 他们打了将近十小时的斗地主 唱了几十首歌 那唱的不是歌 那是进葬的心境和灵性啊 这就是那么多人来拉萨的原因吧 因为这儿 能看见最纯粹的人心 心境决定着 你能感受到的美景 一个见过众生之相的人 会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和理解事物 少些计较和成见 去尊重世界的多元 正如旅行的艺术书中所写 如果这个世界不公平 或者让人无法理解 那么壮阔的景致 会提醒我们 世界本来就是如此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如果把生命的过程 当作是一种修行的话 见众生 就是一种慈悲的觉悟 以百姓心为心 见众生 就会对世人 抱之以体谅与悲悯 对世道人伦 多一份看破与接纳 从见天地 到见众生 是一个不断向下走的过程 也是内敛锋芒的一个阶段 渐渐地懂得了卑微 慢慢地将自己的身段降低 甚至跟植到泥土里去 见众生 见众生皆苦 就不再有怨怼 愤满 见人心 知人心险恶 就不再有自怨 自苦 见世面 就是见自我追求 自我超脱 王嘉卫说 人这一生是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的过程 见自己 不迷不成家 见天地 就是心里装得下世界 见众生 是要把学过的东西 回馈众生 见自己 是懂得自省 世间之大 一切都有存在的意义 为人处世 万不可自大 孔子言 见闲思起烟 见不闲 而内自行也 逆境时 要自省 顺境时 更要自省 在自省中 总结过去 规划未来 自省也不等于 盲目自责 自省是积极的 愉快的 建设性的 是往好的一面 引导自己的思想言行 形成良性循环 见自己 是接纳自己 今无足斥 人无完人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 长处和短处 不因为自己的优点 而骄傲 不因为自己的缺点 而自卑 既不虚荣自满 自我陶醉 也不认为自己 无能无用 而自我贬低 每个人都是 独一无二的 世界的珍宝 接纳自己 才能发挥出 自己全部的潜力 见自己 是坦诚面对 坦诚面对 自己的极限和狭隘 坦诚面对 自己的七情六欲 坦诚地 和自己对话 做人 难得不是 对别人诚实 而是对自己诚实 对自己坦诚 忠诚于自己 内心的声音 建立起 真正强大的 内心世界 你因此所拥有的 坦诚的能力 将是与人沟通中 最宝贵的财富 见自己 是勇敢追求 人生短短几十年 能堪破自己的追求 为之奔走 求索 真正地去努力 去疯一次 才不枉此生 大道至简 最重要的是本心 认清自己 需要安静 需要回归本心 如果一味 只能看见别人 就永远 只能在外物的 重压下生活 明心见性 拨开自己身上的迷雾 绝出本来面目 见自己之后 才能真正地做自己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波澜壮阔 走到最后 都是在见自己的内心 见到一颗 永远热蠢的赤子之心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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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